謝謝大家 去年的時候我有一個機會 跟一個阿伯討論死刑的問題 不過因為我的台語實在太老 所以我沒辦法好好把我的意思表達出來 所以去年我有一個願望 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用台語說死刑 不過不是今天晚上 好 我要調回來了 據說我上一次來到想想的時候 那一次我們是談一個死刑的冤案 鄭姓澤 那他是一個台中的案件 那事實上我是一個很眼盲的人 但是我今天才聽到另外一個律師告訴我說 上次我來想想的時候 沈志慧有來 但是他沒有發言我也不認識他 所以我一直到今天才知道這件事情 那剛才很多人談到就是說 最近他可能在台中選舉 然後他有很多的看板說 他支持什麼唯一死刑 我剛才沒有很可惜 我剛才沒有在路上看到他的看板 那我想要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之前 我想先稍微的回顧一個歷史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灣在2009年的時候 通過兩個國際人權公約 公民與政治全力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全力國際公約 好 那雖然他叫做國際公約 但是因為他已經是我們通過的法律 用施刑法通過的法律 所以說他已經是一個台灣必須要遵守的內國法 所以他雖然說是國際公約 但是事實上他就是台灣的法律 好 那這件事情是2009年馬英九擔任總統的時候 他促成的 但這是他的創舉嗎 不是 在2000年的時候那一次的總統選舉 陳水扁他就說了要通過這樣子的法律 所以在2002年的時候 那時候立法院曾經要批准這個兩個公約 那事實上行政院就已經送了法案到立法院去 那個時候國民黨的團團他們有一個意見 他們就是覺得說要保留其中的幾條 包括第一條民族自決 第六條生命權 第八條關於入出國的一個決定 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全力公約 第八條關於組織公會 這四個條文 那保留的意思是什麼 保留的意思是說 這些立法委員認為 這兩個公約當中的這四個法 這四個條文 可能台灣還沒有辦法施行 因此我先保留 那在所有的公約當中 我就保留這四條 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還沒有辦法接受 台灣社會還沒有辦法接受 好 那後來民進黨團不滿意 他們提出了複議 這個複議案一直沒有被討論 所以2002年的那一次的公約的通過 就不了了之了 那一直到了2008年 在第二次就是馬英九競選總統 他說也是一樣要人權立國 所以很快的他當選之後 2009年的2月份 行政院一樣的就送了這個 兩公約的法案到立法院去 3月份的時候 立法院就通過了 5月份的時候 馬英九就簽署了這個 在一個很公開正式的場合 在一個全台灣各國使節代表到的地方 他簽署了這兩個國際人權公約 這一次 國民黨的議員 或者是國民黨的議員 民進黨的議員 所有的議員 沒有任何一個人 針對這個公約表達任何意見 也沒有任何的保留 好 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情是 我們要如何的理解2002年跟2009年 這兩次公約的這個審查的過程 好 我們可不可以說 因為國民黨立委知道保留這件事情 因此他2002年決定保留四個條文嘛 但是他2009年的時候 他沒有說任何一句話 他沒有提出任何意見 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 就是他們同意了 改變了想法 接受了這四個條文 好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說 他們針對自己要通過的法律的條文內容 根本看也不看 想也不想 就讓他通過了 因為馬英九說 我們要人權立國 我要一個人權的形象 那我為什麼要提這個歷史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那個審治會 那個時候2002年 2009年 審治會他都是立法委員 我不知道他的立場是什麼 但是他現在講說他要支持唯一死刑 但是我擔心的事情是 這是一個 只聽從黨議 完全不思考 他到底通過的法律 是什麼的一個立法委員 我覺得這才是危險的地方 你可以告訴我說 你支持死刑 這很好 因為每個人支持死刑 要有自己的理由 那時候為什麼在2009年的時候 如果他提出了第六條的保留 生命權的保留的話 我會尊重他 我會尊敬他 但是沒有 那我覺得大家在選舉的時候 你要思考這樣的問題 我寧願是跟一個願意表達 揭露說我自己的想法 到底是什麼的人 但是我很不喜歡像他這樣子的人 好 我的前提說完了 抱歉 我浪費很多時間 我要講的事情 這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 我必須要很抱歉 就是原本我們以為 我們今天有寄來了十本的 《與死刑拔河》 那我們想要捐給哲武 然後義賣的所得 但是聽說沒有寄到 OK 好 我想想看怎麼補救這件事情 那這本書 有十一個作者 十一位律師 他們共同寫成的這本書 那這是我們在過去 我們的一個經驗是說 很多時候 一個人會不會被判死刑 就像剛才這位先生他的分享 那個人被軍事審判 然後被判死刑 但是他覺得他有點情有可原 他可能是一個 比較沒有那麼有資歷的人 那我們在過去 我們也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有時候死刑的判決 不如我們想像的公平 他有時候牽涉在法庭上面 我是不是得到一個公平的審判 甚至我是不是得到一個 好的律師的辯護 所以我們開始 我們當然覺得 法官需要改進 假官需要改進 但是同時我們也回過頭來 反省自己 實際上不是我 因為我不是律師 反省他們 就是說律師 是不是應該在死刑的辯護上面 做得更多 做得更好 那我們也開始做律師訓練 然後最後我們 有一些經驗之後 我們就集結了這一本書 那這本書 我之前在臉書上面 我一直講說 這是一本不是很好看的書 為什麼不是很好看的書 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說如果你不是律師 你沒有要辦刑事案件 你可能不是潛在危險的 當事人死刑犯 那或許可能這本書跟你 比較遠一點點 但是我最近改變了我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在裡面 我覺得律師提到了很多的事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了解的 這個法律的概念 那我們今天大概蠻難 就是說 就是針對書的內容來談說 法律應該要怎麼準備 要怎麼辯論 但是我希望 我今天非常希望邀請到他們三位 是可以來談一下 他們如何成為死刑辯護的律師 為什麼 然後我覺得他們在辯護死刑案件的時候 我覺得一定有一些掙扎 一定有一些為難 一定有一些憤怒 或者是有時候可能會有傷心的時候 那我想要請他們分享這個部分 然後我覺得我們才可以開始理解 所謂的死刑事實上不像我們想像的 那麼簡單 非黑即白 有一個一定的答案 你們今天不需要有一個答案 甚至不需要改變答案 但是我自己一直覺得 就是你要支持死刑 你就要了解死刑 你要反對死刑 你也要了解死刑 那我覺得今天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了解死刑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 我們每一位律師 我邀請他們 花20分鐘的時間做分享 然後第一位我要邀請到的是 李艾倫律師 李艾倫律師 現在在法律輔助基金會工作 那之前他在英國念書 然後對於人權很有興趣 那我相信他大概沒有料想到 他怎麼會走上了這一條不歸路 因為艾倫他的確是 在重大刑事案件的辯護 死刑案件的辯護 他很年輕 但是我們都稱呼他一階 那是因為他有還蠻多的經驗 所以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李艾倫律師 我們歡迎他 各位學務的朋友大家好 各位學務朋友大家好 那我想我坐著講好不好 我是李艾倫律師 那我目前服務於法律輔助基金會 那我想先來講一下我為什麼會對 死刑案 死刑這個議題有興趣 還有為什麼會 開始接死刑案件 為死刑犯辯護 我常常會開玩笑的想說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因為我誤交損友 才會誤入企圖 我為什麼會對死刑有興趣呢 是因為我認識了我 坐在我左手邊這位 這位小姐這位女士 那我為什麼會開始對死刑 為死刑犯辯護是因為 我在法律輔助基金會工作 而且跟剛剛離開座位的那一位 周漢威律師是同事 那他邀我開始做第一件的死刑案件 那剛剛欣怡有講到說 我之前是在英國唸書 那我回來之後我是在法律工作 我到法律的時候一開始是做 比較研究型的工作 那研究型的工作就開始跟 費死聯盟接觸 那開始接觸死刑這個議題 當然剛開始的時候是 算是比較表面的啦 那會知道一些冤案方面的資訊 那也會知道一些像是 剛剛所說的兩公約啊 國際人權法 畢竟我在英國的時候 也有一些設立設立設略 但是並沒有真正看到 死刑犯到底是什麼樣貌 後來我在法律的工作 有做一些調整 我開始做專職律師 也就是真正開始辦案件的律師 那麼我做專職律師接的第一件案件 就是死刑案件 那這件案件呢也是跟 坐在那邊的周漢威律師合辦的案件 那那時候其實我沒有什麼辦 傳統重大刑案的經驗 所以如果說我有什麼做得不好說不好 都是他的錯 那那時候是四年半嘛 四年多前 那我覺得應該是說啦 我們辦的這件案件 後來在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 來來回回好幾次 也成為第一件在最高法院辯論的死刑案件 那在這個案件當中呢 也是第一件法院做心理鑑定的案件 那從承辦這樣子的案件過程當中 我自己的感覺是看到法院在辦理死刑案件的 慢慢慢慢的一些進步 那時候我們在接這件案件的時候 其實他前面是有律師的 他應該是他前面已經被判過一些死刑 然後後來他因為可能家裡 或是家境的一些因素 他沒有辦法繼續請那位律師 所以他就來法府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法府就是 如果你沒有資歷的話 就可以來這邊申請 那法府會派免費的律師給你 所以他就那時候可能家裡出了一些狀況 就來法府 那也因此我們兩個接到這件案件 所以我們是中途接進去的 那時候我印象還蠻深刻的 是我們接進去的時候 中間已經做到一半了 那老實說啦 那時候我們剛接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要先說一下這事實 事實就是這個被告呢 他前面有一次殺人的前科 後來他假釋出獄之後 大概十幾年 將近二十年的時間 他其實都是尋規蹈矩的一個生活 後來在一次應該算是衝動之下 他又因此犯了殺人罪 那也許是因為這樣 因為他前面有殺人的前科 然後後面還有第二次犯了殺人罪 所以遇到了一個法官 那是一個仇上嚴刑俊法的法官 是一個認為 也許是一個偏向死刑的法官 所以他就判了他死刑 那後來又發回 然後中間我們開始接 接的時候呢 老實說啦 因為那個被告他也承認他有殺人 那對於法官來講 或是對於律師來講的話 那個時候會非常的猶豫 或非常的困擾是說 那他都承認他有做啊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律師要做什麼呢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幫他求取比較低的刑度 至少不要是死刑嘛 可是要怎麼做呢 那其實那時候 國內其實沒有相關的資料 也沒有這本書 要告訴我們怎麼做 所以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們剛接到案件的時候 是希望法院能夠定一個 比較長的庭期 讓我們能夠去搜集一些 國外的資料 告訴法官說 像這種案件 雖然即便罪證確鑿 他自己也承認是他有做的 但是因為畢竟死刑 是要剝奪一個人的生命 那麼請你讓我們 有多一點的時間 法官你不用讀書沒關係 我們替你讀 我們去搜集國外的資料 讓你知道 在剝奪一個人的生命的時候 法院需要做什麼 但是我也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法院就開了一次庭 當我們說完要幹嘛幹嘛幹嘛的時候 我們就像被坦克車領過去一樣 法官就說好 辯護人 大律師說的我都清楚 我們會斟酌 然後程序就進行下去了 然後一停就結束 然後就判了死刑 完全就被完全被無視的感覺 那是第一次我第一次接死刑案件 那也是這個案件第一次 我們第一次開庭的經驗 那我覺得應該算是比較幸運的是 後來他這個高院判決之後 到最高法院又被罰回了 現在變成是第二次 第二次換另外一組法官來審理 那我們想說還好啊 還好案件又撥回來了 也許還有一些機會 所以呢 這次我們實驗比較多啊 那我們就想說 對 我們要開始調哪些哪些哪些證據 我們要去調他以前的財務的一些背景資料 然後去傳他的一些家人 去說明一下他的家裡的狀況 他的個性 他的成長背景 為什麼他會是一個這麼衝動的人 因為他的兩次殺人都是殺他的女朋友 為什麼他是一個跟異性沒有辦法相處的人 為什麼他會是這樣的人 還有 如果今天你讓他在監獄裡面長期監禁之後 難道他沒有辦法改變嗎 我們希望能夠蒐集一些資料 能夠呈現一些證據 給法院來看 好的 這一次呢 我記得法院是開了兩庭吧 還是三庭 法院呢 也有依照我們的請求 你要調的資料 你要調連中心的資料 好 我就去調 你要調老闆的資料 我也去調 你要請被告的兄弟姐妹 你要請被告的女兒來作證 好的 我也請她來作證 然後但是呢 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要問什麼啊 律師你要問什麼 我也都讓你問 然後呢 接下來好 那我們就開始辯論 整個過程好像都 嗯 你律師要做什麼 都OK 可是最後判決出來 還是死刑 而且他那個判決呢 其實我們在問的時候 還有調的這些資料 其實都有某程度的說明 為什麼這個被告他會做這樣的行為 但是法官他就完全無視 完全就是好像這些證據資料完全沒有存在圈裡面 完全從來沒有調查過一樣 然後呢 一樣又判了死刑 這時候呢 我們就想 慘了 已經被判三次死刑了 那麼這樣子這個案件再去最高法院 應該也差不多了吧 因為我剛剛已經說啊 罪證確鑿了 他自己也承認嘛 好像依我們過去的經驗啊 就是或是說過去的那種實務經驗 過去法律界的那種 嗯 慣習吧 這個好像沒什麼好真的啊 那大概就上去可能就會確定啊 從此可能就死刑確定了 那 我一直認為啦 一個死刑案件 一個重大刑案 特別是可以被判死刑的案件 他最後會被判死刑很大程度取決於 承辦他的法官 某種程度也是很大很大的因素取決於他的運氣 看他碰到怎麼樣的法官 那這個案件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是他在最高法院碰到一位 相對來講比較開明的法官 那也剛好那個時候立法院有做一個決議 說 這個法院你從來都不開庭 我給你一個這麼大 就是這麼大的法庭 然後這麼多的預算 結果你從來不開庭 甚至對死刑案件這種要剝奪人生命的案件都不開庭 所以凍結了他一部分的預算 等於說在政治上面他有壓力要開庭 那也剛好碰到這個法官他是比較開明的 他覺得這也許是一個機會 他想要把這個案件拋出來 所以也因此我們辦的這個案件就成為台灣第一屆 在最高法院開延遲辯論的死刑案件 那 那時候就是 除了我還有周律師之外 還有另外我們就 還有另外一位就是 非常有名的郵博祥 郵律師 組成律師團 幫他做最高法院的這樣子的辯論 那中間當然也有一些 我們當然是中間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我自己覺得 在那個那一次之前 我大概沒有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念過那麼多關於死刑的東西 那我們也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論述 可是 應該說比較幸運的是 後來還好就是那個案件又發回來了 好 案件發回來了之後 那法官也在判決裡面也有比較具體的說明 說像這種案件 應該算是他 他在用一個判決去建立一些潛力 就是像在這種案件當中 即便你是最正宣早 你法官還是要去調查他的整個的 我們叫做人格行程過程 就是他的成長背景 他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 還有也許在法律上我們叫做教化可能性 也就是說他未來有沒有改變的可能 好 那也因此後來發回以後 我們就按照這個步調 按照這個步調去做這個案件 那這個案件在經過鑑定人的鑑定 就是心理鑑定之後 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下禮拜也終於要辯論終結了 好 那這個就是我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死刑案件 這樣的一個進步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們其實關於這個案件 我們就三位律師 大概前幾個禮拜有開一個律師團會議 那當然中間已經有那麼多資料了 最後我們要辯解的時候 當然要討論要怎麼樣去呈現這個案件 那這時候我們律師團的團長 就最資深的尤伯祥律師 他就問了我們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被告他 我可能因為案件還在進行當中 我不太好說他完整的故事 可是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Luther Luther 他從小到大都是他成績不好 他長得很奇怪 他從小就是被霸凌 然後被同學霸凌 被他的手足霸凌 被他的鄰居霸凌 甚至老師也覺得他這個 然後跟 要追女生的話也是要非常非常辛苦 就是很死皮賴臉的樣子 才能夠覺得到 然後當然學歷是不高的 在工作的時候他也只能做非常非常低階的工作 大概我們想的那個就是那種基本薪資的那種工作 那在準備這個案 回到剛剛我說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準備這個案件的辯論時候 有律師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 對我們現在這案件辦到現在 我們警法院掉了很多資料 我們也對他談了很多 對他的家人談了很多 對他了解了很多 但是我們 我們三個律師 你真的知道他那時候為什麼會這樣子做嗎 你真的有站在他的立 你真的 我們叫做 英文叫做 in her shoes in his shoes 就是 真的有在他的立場 或是 如果你是他的話 你有這樣子想過嗎 如果你變成他的話 你的生命當中有經歷過那麼多的挫敗嗎 那有律師問我說 你去想想看你的生命當中有什麼挫敗 然後我就想 老實說那時候我想了 呆了好幾秒鐘 然後他跟他說不好意思 我律師不是一次才搞上 然後就被 被其他人笑說 這算什麼挫敗啊 然後我說 嗯 好啦我失戀過啦 然後另外一個律師又說 誰沒有失戀過啊 你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是因為 不只是這個案件 還有其他的死刑案件 在我們承辦當中 會 會 看到說 其實這些人 這些為什麼會犯下我們認為很可怕案件的人 他跟我們不太一樣 但又跟我們很相像 不太一樣的是 不太一樣的是 譬如說像我好的 呃 或者是說 應該是說在 特別是在法服 承辦這些重大案件 可以知道說 像這些 我們所謂的弱勢民眾 或是說容易去犯罪的民眾 他常常是 經濟上面的弱勢 關係上面的弱勢 能力上面的弱勢 他不會像 不會像做我們坐在這邊這些人 也不會像 也許在 在座的各位大學生 你有那個能力 可以讓自己去獲得你想要的東西 也不會像 我們坐在這邊的人 我們坐在這邊的人 因為你有任 如果你自己沒有能力的話 你認識那些 有能力的人 當你碰到困難的時候 你可以找那些有能力的人 幫你解決 那當然也不會像 我們這些人 也許 在經濟上面 沒有久迫到 逼迫你 非要去做一些行為 或是說 因為經濟上面的窘迫 讓你的選擇變少 有一位 其實應該是說 就是有一位 在刑事方 辯護方面還蠻資深的律師 顧立雄律師 我覺得他對於死刑案件 的辯護的那種 講法 我覺得 跟我自己的經驗 非常相像 就是 其實我們都是在 我們 我們這些人 還有那些犯下 所謂滔天大罪的人 我們都是在 薄冰上跳舞的一群人 只不過我們比較幸運而已 只不過我們的能力 比較好而已 經濟比較好而已 關係比較好而已 所以我們站在的那個地方 也許冰層比較厚 但是那些人 因為他們比較不幸一點 他站在比較薄的冰上面 不幸掉下去了 這時候 你要做的是 把他踩兩腳 去死吧去死吧 把他踩到水裡面 還是伸出手 把他拉上來 用毛巾把他的 濕濕的身體 把他擦乾 讓他回到 跟我們一樣的群體當中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去思考 死刑問題的一個 一個很好的角度 那我的時間好像差不多了 那反正等下有 問問題的時間 那我們就先 交給下一位 治豪律師 謝謝 謝謝艾倫 剛才艾倫花了一段時間解釋 其實就是說 我們終於在2010年的時候 有一個案件 我們上最高法院 然後開始延遲辯論 2012 對不起 那 我不曉得你們會不會覺得 這有什麼 好像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所有的案件 都應該要上法院去辯論嗎 但是事實上台灣的法律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之前說 最高法院是法律審 所以因為是法律審 所以不需要開庭 我法官我會認真看一下你拿來的書狀 然後我會下一個公正的判決 因此在2012年之前 事實上我們的死刑案件 有一半以上 大概將近一半以上的死刑案件 第三審是沒有律師的 在沒有律師辯護的狀況之下 案子上了最高法院 然後沒有開庭 然後就決定了判了死刑 我覺得今天大家回去之後 如果你不是很相信我們講的話 我們一直在說 好像我們的判決品質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的判決上面 沒辦法交代整個的這個 讓我們理解一個案件 我很建議大家回去的時候 上司法院的網站 然後你搜尋一個死刑判決 然後你打開那個死刑判決 告訴自己 第一個是你看得懂嗎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你看得懂的話 你被這個判決說服嗎 因為我們一直說 死刑的案件的判決 應該是非常慎重的 那應該是很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每個人回去 可以做一下這件事情 那剛才在介紹的時候 我覺得也有人 就是提到了一些 一些進來的案件 我相信很多人是 因為症結的案件 所以可能開始對於死刑 有一些想法 或是忽然驚覺到 好像台灣好像還有死刑 或者是曾經試著朝向 飛出實行這個方向走去 那這幾位律師他們 都有很多的那個經驗 那尤其是黃志豪律師 他大概手上接了非常多的 艱困的案件 那我想就請他分享 因為每個人二十分鐘 所以我也會提醒你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黃志豪律師 你的一生都很健康 你的一生都很健康 突然有一天 你發現你的身上 冒出了一個一個的 說是腫瘤嗎 還是豆子嗎 還是油 那一顆一顆的油上面 有膿很臭 然後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太了解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你去看醫生 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問醫生說 醫生我身上有這麼多的 不知名的油冒了出來 流膿 很臭 我會很難過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醫生看了之後 他跟你說 隔掉了 你跟他說 醫生我身上有很多顆這種油耶 你不用仔細的檢查一下 我的內分泌系統出了什麼問題嗎 他跟你說 割掉 我需不需要做其他的 X光的檢查 腦電波的檢查 血液的檢查 或者是任何你覺得有需要的檢查 他跟你說 割掉 然後你就發現說 在一次的手術之後 當你把這些皮膚上的油 都移除了之後 下一個月 這些油還是冒出來 因為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 我為什麼一開始講這個例子 如果你可以想像 我們的國家是這個人的話 那些冒出來的油 流膿的 發臭的 有問題的 這些皮膚上的組織 其實就是犯罪 犯罪有大有小 在皮膚上的異狀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所謂人神共憤 或者天理難容的這種案件 就像剛剛李艾倫律師說的 很多時候 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片段 很多時候如果 我想大家 沒有什麼機會 進入到法院 去仔細看一個案件 從頭到尾的呈現 來大家看那個時間嘛 說實在 但有機會的話 我其實很鼓勵大家 走進法院去看一看 我們可以看到在法院裡面 法官 律師 檢察官 是怎麼樣 把一個人 二十年 二十五年 三十年 五十五年的人生 全部繳碎殆盡之後 只留下一個片段 也就是犯罪時候的那個片段 這個 是我們今天來談死刑 我想講的第一件事情 一個人之所以做他做的事情 有他基本的道理 就好像在皮膚上 或者你的身體發生病變 有他基本的道理一樣 如果今天這個醫生 只跟你講說 你不要去探討背後的理由 你不要想那麼多 我知道你很不舒服 或者看起來很不美觀 我不擔心 你也不用擔心 我們把它割掉就好了 拒見法的故事我們常聽到 在這個場合下我們聽到都會覺得這很荒謬 但是各位知道嗎 死刑的存在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涵 當你的國家在跟你講說 這個法律是你們立的 我用你們立的法律 來剝奪掉你們其中任何一個 覺得不必要存在的人的生命的時候 他在做的 跟這個醫生所做的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我必須要講一個比較殘酷的話 死刑的存廢 跟我個人執行律師職務的信仰 是兩件事 今天我只是運氣很好 我不認為死刑的存在有任何意義 事實上我認為死刑的存在是反制 而且矛盾的 我等一下要解釋為什麼 正好我所身處的這個職務 擔任律師這件事情 也讓我必須要不斷去思考 因為我一直認為律師的職責 不是只有一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我常常在講說 我擔任律師其實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我只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必須竭盡全力 用盡一切能力的 幫我的當事人辯護 那我的當事人 我的被告是什麼 是沒有臉的 沒有臉的意思是 我不在乎他是誰 我不在乎他長的是什麼 他有可能是正傑 他有可能是微音臭 他有可能是大家都不喜歡的人 但他有可能是呂介明 今天鋼探無罪確定的一個 DNA冤案的例子 為什麼需要這樣的制度 因為他是保障這個國家司法平衡 跟人權選擇最基本最基本的底線 那這是我的職務 我必須要做的 沒有什麼好選的 但除了這個層次之外 作為司法的一個分子或者議員 我常常會想說 我們也有義務必須要提醒這個司法的體系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今天在台灣還沒有立法去通過廢除死刑之前 我可以體諒 我可以理解 在有些很極端的情況之下 這個國家的人民跟法律系統 必須聯合起來決定他們要把一個人 從他的社會裡面移除 這個移除的理由通常指的是 我們認為你已經不再是人了 你喪失了人的資格 所以我們把你移除 這個情況我不能接受 但是我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體諒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除了這個事情之外 我不能夠體諒也不能理解的是什麼 是不給這個被告他應該有的正當法律程序 剛剛李律師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停 一停 什麼事情就決定了 各位會發現 在我們刑事律師界 有一個很有趣的狀況是什麼呢 是越不是重大矚目的案件 法官給你的空間越大 你的這個elbow space 你運作的空間越廣 你想要調查的證據 越充分 越容易調查 但是反過來講 越是重大矚目令人髮指的案件 彷彿所有人在一夕之間都失去了耐性 你要調查證據 不准 你要申請證人 沒有必要 你想要探究這個被告 過去的小學 國中高中發生了什麼事 他的人格 為什麼會演變到今天這個地步 完全不需要 他已經認為他犯罪了 他自己都承認你還要調查什麼呢 這是我們最常聽到的話 你希望多一點時間來準備 他會跟你說 沒有必要 我給你七天已經很客氣了 這是我們在辦理重大矚目案件的時候 最常聽到的 在法庭上的一個言語 或者是態度 那正如我剛剛所說的 我的運氣比較好 是因為 我對於死刑的態度 正好跟我認為一個律師 應該盡責做的兩階段的這件事情 是一致的 包括盡全力的維護 當成的利益 包括盡全力的讓這個司法的體系 不要因為欠缺了正當的法律程序 而變成一個腐敗的體系 挑戰死刑的制度 其實對我來講 在根本上 在職務上 就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那是身為律師的部分 把這個部分丟掉不講 做一個死刑的辯護律師 我有身為一個人的部分 在每一個以我印象所能及的重大案件裡面 通常我會負責的重大案件 是最痛苦的一種就是 涉及精神障礙或心理障礙 這類案件 不管是怎麼樣的情況 我最常會遭遇到的情況 最難堪的情況 不是在庭被法官的質疑 或者是忽視或者羞辱 其實那都是小事 那真的沒什麼 我面對最難堪的狀況是 每次在開完庭的時候 被害人的家屬對我的質疑 幾乎毫無例外的 質疑的第一句話一定是 如果殺死的是你的小孩 你是不是在這幫他辯護 我其實很想跟他們講的是說 就我的立場來講 如果今天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當然是我沒有保護好 我應該要有負擔這個責任 但是如果你問我說 發生了這樣的憾事 我是不是依然支持廢除死刑 我會告訴你是的 我會告訴你是的 這並不是因為今天我們在講廢死 或者支持刑 我才這樣說 而是我認為 從根本的意義上來看 當一個國家決定用死刑的方式 去處理他的人民的情緒 作為出口的時候 他所犯下的最根本的錯誤是 他剝奪了所有公民 去檢視這個國家體系 跟社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的機會 個人的生命當然很重要 這是毫無疑問的 如果我要講其他廢死的理由 什麼廢死不能挽救已經死掉 死刑不能挽救已經死掉的人 什麼死刑對於犯罪沒有賀阻力 什麼死刑的成本如何如何 在這邊的心仪可以背出一百個 比我更快更好 但對我來講 我認為真正在意的是 我沒有辦法看到我國家的公民變笨 那是很難堪的事情 為什麼會變笨 當你的國家決定 塞給你一個速食的 快速的方便的情緒出口 告訴你說你們只要生氣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我們把一個人的頭砍掉 我們把一個人貼上標籤 我們把它妖魔化來處理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國家在教我們做一個事情 把你皮膚的油割掉就好 不要去看你身上出了什麼問題 不要去檢查你的社會出了什麼毛病 不要去審視你的教育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錯 才會生出來或養出來這樣的孩子 我常講 當律師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接到了刑事案件裡面 大概十件裡面如果有一件案件 當事人是真的沒做的話 那就已經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個是 大概是有這樣的感覺 但接下來像鄭傑這樣的案件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對 費死理念的終極的試煉 因為每個律師都希望去接到所謂的冤案 平反冤案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 那代表著你有資格跟正義站在同一邊 而不是跟邪惡站在同一邊 然後我是跟邪惡站在同一邊的 我的當事人自己承認不只是這個案子 因為各位必須了解身為律師的職責 我不會去評論任何一個個案 但是有很多案件裡面 我遇到的當事人是 在犯完罪之後他立刻就承認 甚至自首他說對我有做 這件事情就是我要做的 就是我做的 我本來就要這樣做 做的理由很多 或許他已經不再留戀這個世間的價值 或許他透過這樣的行為否定自己 否定這個否定他的社會 有非常的多種 但是重點是 這些人都最正確鑿 剛剛講的也承認了他有這樣做的事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國家會很快的塞給你一個方便的藉口 法官也一樣 他會說他都承認了 錄影他有錄到 證據也說是他殺的 然後他也都自白了 為什麼你要浪費時間給他一個程序 為什麼你在辯論的時候 還要討論到這個人有沒有生存的必要 我很想講的是說 如果我其實大家一開始在講的時候 有人講到說你選哪一邊 我坦白跟各位講 我不希望你選邊 我也不需要你選邊 我希望跟我需要的是 你們不斷的針對自己的立場 提出質疑 提出思考跟辯論 這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最需要的基本元素 至於最終你是不是支持死刑 或廢除死刑 你覺得這些人應該怎麼處理 如果你可以給我一個好的理由的話 我很樂意跟你一起坐下來 喝一杯咖啡我們好好聊一聊 就像我在法院當場 會跟被害者家族講的 當然沒有人願意聽 但是我會這樣講的是 如果你們可能給我半個小時 我很樂意聽你們受到了什麼樣的傷痛 然後我告訴你們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所以對我來說 除去了律師那一塊 我的身為律師的個人職責 我對於這個司法體系 我認為我有了職責之外 就對於做一個人跟一個公民的立場來講 我很擔心的是 我沒有辦法賦予國家 剝奪掉任何人生命權的基本權利 如果說我們在邏輯上 當然就是邏輯問題 但今天是哲學星期五 我們就講一點邏輯問題 如果說在邏輯上 我們否定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 那麼如何我們可以容許 以剝奪掉他人的生命 來作為懲罰剝奪他人生命行為的人 的一種刑罰 邏輯的不一致是最嚴重的問題 但各位會講 還有情緒的問題要處理 這個情緒的問題通常到了法院的口中 就是國民的法感情 所以當他行諸文字的時候 你會看到法院寫的是 這個人呢 人性泯滅 天理難容 求其生而不可得 有永久與社會隔離之必要 這細故人 這四句 死刑判決一定寫 新建從一百年以來加一句叫做無教化之可能 顯無教化之可能 這五句一定寫 但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其實不見得 我現在也正好在學校的博士班修 心理學的博士 那其實各位我想在生命中你會很容易了解到 一個人會被迫做到某一個決定 走到某一個步驟 那個流程是累積的 它是一步一步被累積上去的 並不是人一生下來 就拿著一把菜刀 準備到街上去砍人 我想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那 對於我來說 我在意的是 我還是必須要講殘酷一點 比起個案的生死 我更在意的是 為什麼國家告訴我 可以在不設法解決這個國家整體性的制度 問題的前提底下 也不要求他的公民去思考 這些制度出了什麼系統性的問題底下 塞給我一個素食面的解決方案 所以我剛剛有講一個很坦白的話 我說這樣的方式爽不爽 很爽 很笨 那如果我們持續接受國家這樣方式的餵養 我們只會變得越爽 越笨 那到最後呢 其實最適合我們的方式 或許會是回復到中華文化以前 長久的刑罰淋虐傳統 有很多所謂的這個 袍繞啦 銅柱子燙 無碼分屍啦 車列啦 這些東西你都聽過 是什麼東西讓人類不斷的往前進 有些時候不是價值選擇的結果 今天各位選擇了死刑 或者選擇了廢死 坦白說或許從二十年或五十年之後的眼光 回頭來看它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但是你選擇這個立場中間的思辨過程是什麼 你的理由是什麼 你根據什麼證據 什麼樣的論理去說服你自己 或者欺騙你自己 你願不願意就這個見解 去跟他人做 合情合理的交換 辯論 接受他人的非難跟檢視 就是 這樣子的精神 跟這樣子的程序 才是促使一個社會的公民 慢慢慢慢的向前發展 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動 的一個基本原則 所以就這一點來看 我一直認為 各位 會堅持死刑的國家 基本上那個國家的人民 都是國家希望他變笨的 那現在世界上最有名堅持死刑的國家 我想有幾個各位想也知道 第一個 中國對不對 中國 我們的處逼這個中國 執行死刑的人數又快又好 而且常常有人失蹤對不對 現在銅鑼灣賣個書也會失蹤 五個人 失蹤之後他還說你去嫖妓這樣 真的是很衰 北韓 第三大國好像是什麼 美國 大家都以為美國很民主很自由 對不對 美國是世界上執行死刑第三大國 為什麼 因為這些政府有一個特色 當他們人民不斷的掙扎著 希望變聰明的同時 這些政府並不希望他們人民有太多這種意識 為什麼 因為思考是很痛苦的 可是當你學會思考之後 有一天你會開始質疑這一切的程序 有沒有道理 為什麼政府不會這個事情負起責任來 那我還記得我在死刑辯論的時候呢 我在死刑辯論的時候曾經在法院講過類似的情況 當時被假官指控一件事情 他說你們這種律師 受了錢什麼話都敢講 什麼事情都要賴在國家身上 國家有叫他去殺人嗎 國家要給他刀嗎 國家有叫他進入這些不安全的場所去做這些事情嗎 為什麼國家要負這個責任 坦白講我的回答是有的 一個人的墮落的過程 不會是一夜之間發生的 它是劍刺的 當你看到一個人 從36K領到22K 領到18K 沒有辦法休假 用盡一身的力量 沒有辦法買到一個犧牲之所 必須被資方不斷的壓榨 裁員 到最低薪或者不能保障職業尊嚴的地方去工作 變成了遊民 精神病的發作 劍刺 你會看到一個階梯不斷的下來 最終 當這個人在公園餓了十天 當他跟他身邊所有的情緒都已經 情緒跟親情都已經切斷了關聯的時候 對他來說 已經沒有什麼存在的意義跟價值 最後他會怎麼選擇 其實人都不難理解 這樣的案例有太多太多 這是為什麼很多時候我們在看死刑的時候 我們常常把死刑病律師的一個行話 掛在嘴上就是 我們希望呈現給法院 或者是到現場來看這個審判的人 是被告是怎麼樣一個活生生的人 他曾經也有過一個人生 我們並不是在講他做的事情是對的 相反的我們體認到他做的事情是大錯特錯 是必須要加以懲罰的 但在做這件事情的同時我背後希望想到的 身為小孩子的父母親 身為各位的鄰居 我希望了解的是 我們如何找出原因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政府願不願意幫我找出原因呢 這是我想要了解的事情 這個事情絕對不是靠死刑可以解決的 事實上這個事情是因為死刑制度的存在 而會被淡化 會被遺忘 會被破壞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在這麼多廢除死刑的原因裡面 我個人最不能過意的 最不能夠接受的是他讓我的國民同才辯奔這件事情 我想我先大概講到這邊 謝謝志豪 剛才志豪有提到就是說 目前還有幾個還存在死刑的國家 那第一名是中國 然後那個沙烏地阿拉伯 美國、夜門大概這些國家 提到美國的時候大家會有點訝異 但是我想提供一個新的資料 就是在2015年的時候 去年剛過去去年 美國他們執行了28個死刑犯 那事實上這是25年以來 美國執行死刑最低的一年 因此他們在接下來的排行榜 會不會排在很前面我不確定 但是我覺得可怕的地方是在於說 這28個被執行死刑的人當中 有68%的人是有精神障礙 或者是他們在童年的時候遭受到極端的虐待 那我很難 事實上因為這個議題 事實上是志豪的專業 但是我看到這個數據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起雞皮疙瘩 就是我們不要以為美國是一個 我們以為的就是人權進步的國家 但是歡迎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美國他們有50個州 每個州的制度都不太一樣 那大概目前維持 每年大概有10個州執行死刑 大部分的州已經被除死刑 或者是已經是不執行死刑了 那另外我想再講一個沙烏地阿拉伯 最近執行了大概30幾 我忘記30到40個死刑犯 其中有一位是在那個阿拉伯之村 的時候 那個帶領著大家上街頭抗議的一個 反對的領袖 那他頗受尊重 那他被指控說他可能涉及參與一件 爆炸的案件 但是沒有足夠的證據 他被抓起來 他被指控 他被抓起來 他被判死刑 他被執行死刑 那我覺得這是令我覺得很毛骨悚然的一件事情 好那接下來我想要邀請 事實上這本書 就是 如果有機會大家可以翻一下 但是作為一個非法律人 作為一個費死聯盟執行長 我應該要對書的內容非常有興趣 但是作為一個非法律人 事實上我對於每個律師的那個自我 教出來的簡介 我覺得最有意思 因為我覺得他們在書裡面 他們想要盡量的理性的去交代很多 他們在半死刑案件 他們經歷到的一些事情 然後也想要分享出來 所以他們是非常的理性的 但是只有在作者簡介的時候 你可以稍稍地感受到 他們自己思辨死刑的 這個過程當中的一些情緒 那漢威他在他的介紹裡面 他寫得很長 但是我只想念最後三句 他說 期待有一天 這個社會若再有人跌倒 人人都願意將他服氣 那我覺得有點符合我們前面 兩位律師的一個說法 所以我們最後我們就請 周翰威律師來為我們做分享 我們歡迎他 謝謝各位 這個在黃律師後面講 通常是非常有壓力 因為又高又帥 他頭髮還有造型 而且小弟我又矮又胖 頭髮好像快要不見了這樣 今天在想想這個論壇 其實感觸很深啊 就是說大家有機會跟同儕分享 以外其實一進來 看到大家對於死刑的議題的辯論 我回想到我在做實習律師的演誕 我老婆跟我在實習律師事務所 是同一時期的律師 那時候他接了一個兄弟 因為策路幫派殺人的案件 然後那時候我是在做炸騎犯的案件 然後我就跟我太太說 呃 好可怕喔 這種人還要幫他辯護這樣 這種想到就覺得恐怖 看到那個難道你不會覺得害怕 你不怕晚上有人來找你嗎 如果司法承諾 我們對於被害人有正義的話 那個正義到底是什麼 我在實習的時候跟大家一樣 我一直在想像這個問題 如果今天王者是我的家屬 我可以想像我是會非常憤怒的 我甚至要求我要手刃這個對象 可是我做不到 也許我沒有錢 也許我沒有能力 也許我打不過他 也許我害怕 可是如果你給我一把槍 他在我面前 他對我女兒 對我家人做出很恐怖的事情的時候 我會一把槍 直接對他行刑槍決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 每個人心裡面都有這一股衝動 可是很微妙的是 法律是什麼規定的 法律在271條殺人罪的規定是 死刑 殺人者 除死刑 無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你可以想像 有一個人做了這樣的事情 我們法律的法官 只要調查過證據以後 可以判他十年 這個問題一直帶我來講 沒有任何的解答 直到我進了法律輔助基金會 會遇到我第一個死刑辯護的案件 後來發現 事實上想像的不一樣 我第一個死刑辯護案件是個毒販 他的前科從他少年的時代就有了 很專業 一路晉升上來 K他命 安菲他命 海若因 他殺人的原因很簡單 他海若因毒癮上來 他剛從監獄出來 身體沒錢 拿了鋤刀 就潛到一個家裡面 一個人家裡面想知道有沒有有財物 他跟被害人忽然驚醒 跟被害人的先生 跟家人發生衝突 殺了男主人 逃出來 那個場面 那個券證 那個血跡 我現在還記得 那是一個非常殘忍的現實 我要去律見那個被告的時候 我心裡面想 我今天要遇到一個惡魔 我今天遇到的是一個沾滿血腥的殺人犯 我必須要當這個殺人犯的辯護人 幫他辯護 可是很微妙的是 當他從監鎖的門走進來 坐在我前面的時候 我會發現他跟我的父親 沒什麼兩樣 頭禿禿的 我可能老了以後 又變成他那樣 身體為胖 我發現 坐在我前面的是一個 人 當然我心裡面還是非常排斥 我覺得 你沒救了嘛 你的人生就是一本 非常經典的犯罪教科書啊 對不對 從國小 國中 高中 最後因為毒品殺人 你沒救了 我們即使再 再怎麼幫你 判到無形你出來 你也沒救了 我們這個社會 為什麼要去供養你這樣的人 甚至還要找律師幫你做偏護 你問我心裡面沒有質疑嗎 在職業的初期當然有質疑 可是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綠劍 他開始跟我講他家裡面的事情 他開始告訴我說 當他捏手捏腳 在毒癮發作的時候 進到那個房間裡面 他心裡面是多麼害怕 當他看到一個身形 比他巨大的黑影衝出來 開始跟他奪刀 開始跟他搏鬥 兩個人近身相接 彼此互相在掙扎的時候 他問我 律師如果是你 你該怎麼辦 他說這就是半生死 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律師我會 我可以怎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教育 我的身形 我不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你 你該怎麼辦 你會怎麼做 他做錯的事情 他要接受處罰 他傷害別人 他必須做出賠償 他傷害別人 必須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可是我們國家社會 如果你是法官 在死刑 無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時候 你要怎麼選 你要怎麼畫那條線 你要怎麼抉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在那個辯護過程中 其實這個背高 就像我們後面那位 彈著鋼琴的先生一樣 你看他就是黑色的 他就是黑色的 他說什麼都沒有人理他 他就是黑色的 他的形象 出庭的形象 也跟後面那位先生一樣 舉旅著 坐在椅子上 被害人家屬 惡狠狠的看著他 然後呢 死刑案件最有趣 或是最危險 或是我感覺人生 最有威脅的是 家屬會說 坐在那裡好像是他的歷史 那這種辯護 讚以後 趕快移到裡面一點 坐得離髮緊緊一點 可是我想告訴法院 或是我想傳達的事情是 我希望法官看看 這個已經被塗黑的人的面貌 我想法官看看 這一個人 他是怎麼訴說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社會從來不聽 也不想聽 因為很簡單 站在法官面前的 我們社會看到的 是他的行為 他看不到那個人 剛剛有學長 我也是登大法院系畢業的 學長有說 他覺得那個人好可憐 這個情有可原 可是我相信 他有執行的志願 他有那個經驗 他就知道他為什麼會 心裡面有一點點的猶豫 因為他看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從監鎖裡面被提出來 到他的面前 他也許哭喊 也許在他面前跪求說 我錯了 不要 可是 有人會去聽他的說話嗎 我們社會不會 當他在聲勢力竭 告喊說我為什麼會這樣做的時候 沒有人要去聽他說話 因為他是一個黑色的人 我不需要知道你是怎樣的人 我只想把你做的事情 做的罪惡 用最嚴厲的懲罰 來滿足被害人家屬的憤怒 如果是被害人家屬我一樣的憤怒 可是 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 審判到底是什麼 當死刑 無期徒刑 十年以上的人 其實都是法院選擇的時候 請你告訴我 你怎麼去劃 無期徒刑 跟死刑的那一條線 所以我們最高法院 有人很天才 告訴我們說什麼 殺三個人以上 就要判死刑 有道理嗎 這個人兄 現在是高等法院的 最大的主管 這是多麼偉大的 學生的創建 殺三個人以上 一定要判死刑 欸 好啊 在台中就發生這樣的案件 有一個人殺了三個人 一審 判 無期徒刑 二審上訴 判死刑 最高法院 這個庭長審了這個庭 就把他 把判 判三個無期徒刑 對不起 判三個 一審判死刑 二審判無期徒刑 三審的法院 就把他的這個案件 發回來 兩件確定 一件說 你這個人殺了三個人 怎麼可以判無期徒刑 就把他發回 高等法院 這個案子我接的 告訴你 我告訴你 為什麼呢 國家有一個制度 承諾這些被塗得黑黑的人 對不對 我承諾你 我給你一個辯護人在旁邊 讓你深思力竭 讓你有人幫你做出最後的陳述 希望法官看看他前面這個人 站著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黑媽媽的黑影 他希望讓這個法院程序 讓這個社會看到 那是一個人 可是呢 在我們這個案件裡面 他來找法福 法律輔助基金會 法福拒絕了 國家承諾有這個制度 提供他一個辯護人 法律輔助基金會拒絕了 因為 法福覺得這個人會找不到律師 於是二審 派出我們國家最精銳的精英 公社辯護人 來幫他做辯護 公社辯護人你知道嗎 回去可以查一下 什麼是公社辯護人 公社辯護人有的很認真 非常認真 可是問題是公社辯護人 限於他的案件 他沒有辦法去律見 他沒有聽到 辦法真正去傾聽 後面那個黑人 他在講什麼 他在彈什麼音樂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時間 他會盡他的責任 請依法判決 請法院重情諒刑 他也不會調查證據 他也不會像黃律師 李律師一樣 去帶做那麼多的真人 他會請依法判決 找了公社辯護人 上訴三審 上訴三審 來找法服人 最高法院指定 要法服派律師 來幫他收尾 這個案子我剛剛講 本來是判無期徒刑對不對 高等法院上去 發回要求說 你都已經殺了三個人 殺了兩個人 不犯無期徒刑 我可以接受 殺第三個人 你怎麼可以再判無期徒刑 把他發回 所以意思要在高等法院 判什麼 高等法院 當然你是高等法院法官 你有沒有有朝一天覺得 當法官最好 最榮耀家族的志願是什麼 身上最高法院當法官 台灣是一個充滿夢想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全世界最高比例的 最高法院法官 去查嘛 網路直播 網路直播對啊 去查嘛 就最最最高法院 你會怎麼判 沒有這良心 我是替天行道 你會怎麼判 判死刑啊 上到最高法院 轉接法服 找一個律師 有一個律師很隨會 法服說 你要不要接這個案 他沒有問題 我就接了 那個人是我朋友 接了又說 哪是這件啊 就打電話給我說 周律師你們一起來 二審 那麼重大的案件 沒有調查證據 沒有考慮被告的行程狀況 沒有考慮任何事情 他遇到黃律師 他可能就不會死 我們要做三審法律的辯護 最高法院的法官問我 在開庭的時候問我 周律師 我們這一件的過程中 哪一點不符合 國際人權公約要求 最嚴格的正當法律程序 我心裡面想這個人被拋棄了 這個人在訴訟歷程中 被應該最協助他的 法律輔助機構拋棄了 這個人沒有幫他說話 直到最後的最後 嗯嗯嗯嗯 才叫我來幫他送中這樣 這是國家的制度 我在法律輔助經濟會 我幫加害人 我也幫被害人 我們國家的檢察官是接力賽 偵查的檢察官是一個人 公訴檢察官是一個人 到了高等法院公訴檢察官 又換一個人 我很極力的要求 希望公訴檢察官了解事實 可是當我當告訴人的代理人的時候 我要求的證據資料 公訴檢察官常常是 不見得會理會的 很多被害人家屬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經驗 東西被偷了 或是你有出過法院 或是你有被傷害過 你到法院面前 你要求檢察官幫你伸張正義 可是你發現檢察官 結果不聽你的話 如果死刑判決 是維護被害人家屬最後正義的話 那我們這個社會是 真的非常可悲的 我在其他的殺人案件裡面 當過高訴人的被告 我的家庭 當時人家裡面非常窮 抽不出 傷障費的錢 最後沒有辦法向親戚借了 他要向范寶申請 這個傷障給付的時候 范寶說對不起 你既然能借得到 就代表你還有信用 你還有信用 這代表你有能力 既然你已經支付了 我們就不能再幫你做 顛覆的工作 如果這樣子被 我們是這樣子對害被害人家屬 沒有提供他任何資源 任何協助的時候 他對這個司法 唯一的期盼 是什麼 我們另外一個案件 被害人家屬 有心理諮商 有心理協調 小孩子受到傷害了 要去申請 醫療費用的補助 你要知道 找心理醫生 講話是非常貴的 比律師還貴 很貴的 可是問題是 他要去申請補助的時候 我們政府告訴他 沒有 只有補助一段時間 過了這段期間 要他說對不起 我們沒有補助了 所有的苦他都可以抑制 所以他的恨 是可以被理解的 可是這個國家實現正義的方式 不應該是 把加害跟被害 放在司法天平的兩段 讓加害跟被害 在那個法院裡面去做廝殺 做法服 很有趣 因為我們有做過不同的案件 為什麼會跟 艾倫律師在第一個案件 我們會希望 法院幾乎去看看 後面那一個黑調的人吧 是因為我在少年案件的時候 我發現 我們國家是有機會的 你知道 少年犯 在做任何行之處遇之前 我們國家有一個心理調查官 他去了解 今天這個少年為什麼會犯罪 你今天資源體系哪裡出了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協助你 我們希望這個少年 是在充滿愛的環境去成長茁壯 我們給這個少年機會 所以 今天上來看到 那個彈琴的先生跟上面那一句話 對我來講 作為一個死刑辯護律師 我在做什麼 我希望幫那個黑色先生 做我想做的事情 什麼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希望讓大家聽到 他彈琴之恩 我希望讓大家知道 他是什麼樣的人 一個日本律師問我 周律師 你知道人為什麼會殺人嗎 人為什麼會被殺人嗎 我會想 我一直認住 人為什麼會殺人 這個問題 好簡單 但是又好困難 他說 人會殺人 不就是因為他被忍 冷落 被忽視 被棄絕 他才會放棄自己去殺人嗎 想起你自己最憤怒的時候 什麼東西是拉住了你 想起你自己最憤怒的時候 那個拉住你的東西都不存在了 那時候的你 能依靠的是什麼 所以對一個律師來講 我們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與死刑拔河 你不管支持死刑 或是不支持死刑 請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死刑的辯論程序 請了解我們的法官 是怎麼樣在對待 這一些被審判的人 如果你要加上後面一個渣字的話 那也請你用一個人的方式 來對待這一些魯蛇 因為只有這個國家 對於你口中的這一些人渣 有最基本的尊重的時候 才可以證明我們今天 這個國家是有希望 是能進步 是有文化 有對人性最基本的尊重 那我都在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好 那個三位律師都非常的節智 都在時間之內完成他們的分享 那接下來 我想我覺得 我們就開放現場提問 然後我們可能蒐集幾個問題之後 我們在一起回答 那你也可以 你可以指定誰回答 或是你可以就是一個問題看看 我們到時候看看 有哪 這些律師有誰願意回答 那是不是有任何人有問題 好 後面有兩位 三位 冷定 對 好 沒關係 好 你先 剛才三位舉手 你可不可以再舉一次 一位兩位 好 那就是三位 等一下你們三位先 謝謝 謝謝 謝謝三位律師的分享 還有 德學星期五提供的產品 然後我想要先就是分享一個 我之前看的電影叫做 那個艾蜜莉的日記 然後它裡面就是在談說 有一個大律師 他為一個 就是一位神父 他為一個女生驅魔 可是 驅魔失敗 導致那位女生死掉 然後上了法庭之後 在法庭上面一些對變之後 決定把那個神父判死刑 然後 就是在其中 這個律師去幫這個神父去 呃 就是去辯護 然後最後 成功的案件 可是 在這當中 就是我想提 向三位律師提問的就是 就是這個 這個法官他也是 之前也是為很多的 死刑犯辯護 然後 就是他當時有為一位死刑犯 辯護成功之後 被釋放之後 沒有 沒有被關起來 然後 之後呢 他又再犯了這樣的死刑 可是 如果你是身為那位 辯護人的話 那你的內心感受是什麼 然後 接受社會的輿論的話 你們是怎麼想的 謝謝 這位電影是哪個國家的電影 我忘了 應該是講英文的 OK 好 應該是叫 有翻兩個叫驅魔 或者是 艾蜜莉的日記 謝謝 謝謝 好 那後面兩位先一起問完 一起回答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剛剛就是三位律師分享的經驗 就是有沒有在法庭上就是為死刑犯辯護的時候跟法官說過 因為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兩種立場 一種就是以被告他也是一個人的立場然後檢視他的人生 那一個就是比較邏輯方面的就是說 如果你否決說你剝奪一個人的生命還是錯的 那你為什麼要用剝奪生命的方式去處罰這個人 對我覺得我想要問說這兩種方式就是當然很大幾率都是不可能說服法官 可是我想要問就是在座的律師覺得哪一種方式比較有機會說服法官 其實我有一個疑問就是說如果去檢視被就是我們站在被告的面前 可是被告他就是先犯錯了 對然後他就是先報告別人的生命可是他就是他剝奪那個被害人 他也有他的人生 對 另外一位 首先非常感謝三位律師的分享 然後其實我真的蠻敬佩就是在社會輿論跟就是這件事情跟社會輿論 總是在一個很對立的立場 然後三位律師能夠繼續堅持你的理念然後去往前進 我覺得是真的蠻佩服的 那剛剛的分享裡面就是我有聽到一段就是說 我的感覺好像是說廢除死刑這一塊 有一部分是會希望就是能夠讓司法程序能夠正視死刑犯 應該說殺人者的一些可以辯護的一個權利 那我在想的一個問題是說那是否有可能是針對司法程序 就是這樣子一個黑暗面去做一個改革 因為這對我來講好像聽起來有點像是一個程序正義上沒有被彰顯的一個過程 但是死刑對我來說是一個最終譬如說辯論之後的選項 所以也許說我聽起來會比較像是說能否從程序正義上這一塊去做改革 所以想聽聽看就是各位的意見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那從艾倫開始 艾倫 好 剛剛第一個那個艾命日記的我自己是沒有這個例子 不過周律師好像有類似的例子 等一下可以請她多說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是 剛剛是說那個 剛剛大家分享的 是不是曾經跟法官也分享 跟法官不能說分享 是跟法官報告過 當然是有的 只是 就像我剛剛說的 一個人會被判死刑 很大程度要看他的運氣 他分到怎麼樣的法官 這個法官是不是有夠同理心去聽這個人的故事 那麼 嗯 法律系好像很久以來都是第一志願的樣子 特別是可以考上法官的人 又是 在法律系當中成績很好的人 那成績很好的人 考上法官之後 然後又可以繼續往上升的 也就是他在工作上面 也是成績很好的人 就像我剛剛說的 某種程度上面 我會覺得那個是會有一些 你要說是階級的差異嗎 或許是吧 他也許聽到這個人的故事是這樣子 但是他可能 法官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去理解 我說比較沒有辦法去理解 並不是說都不可能去理解 但是我會認為說 那個還是會有一些 有一些 隔閡 所以 這個 這個部分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在辯護當中 你要怎麼樣去讓法官了解 這個是 其實這是在辯護當中 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所以我們才會 不管是周律師啊 黃律師還有 我們這些 幫死刑翻辯護的 辯護的律師 才會希望 法院能夠去多 調查一些證據 能夠去問他 我們叫做良行證人 也就是他的朋友 他的家人 由這些朋友 家人 或是說他的鄰居好友 等等的嘴巴告訴法官說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或是說透過 也許是精神科醫生 也許是犯罪學家 也許是心理專家 心理學的專家 由專業的 透過專業的 要去鑑定 去分析 去讓法官了解說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些事情 那這個是 至少是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 除了律師自己講之外 其實證據的呈現 是非常重要的 由這些證據的呈現 去間接 來去說服法官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那個 程序的問題我覺得 有時候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說 我們 像有些人會說 這個不是死刑存廢的問題 那 律師你剛剛也說 我們要注意這個人 他的成長背景是什麼 他為什麼動機是什麼 為什麼會犯這個罪 等等等等的 好 那以前不調查 那我們從現在開始 調查 好嗎 好 但是 我想分享一個資訊 就是 像是 應該是2014 2015年 應該反正就這幾年吧 美國有好幾週 他們都廢除死刑 那麼 廢除死刑 他們的 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我看到以後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 什麼理由 成本太高 大家會想說 嗯 死刑嗎 就兩顆子彈 不是兩顆子彈喔 一顆子彈啊 這樣就結束啦 不然難道你無期徒刑 還是什麼終身接近 還要 還要養他一輩子 怎麼可能會成本太高呢 錯了 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 當你要維持一個死刑制度 而這個死刑制度 你要避免冤案 所謂的冤案 不只是 我沒有 那個人沒有做我 然後我們 認為他做還要判死刑 還包括 他其實罪不自死 或是說剛剛 這位先生說的 也許他情有可原 或是剛剛 各位律師講的 也許他的成長背景啊 等等的造成他 後來的狀況 這些都是我剛剛說的 需要調查 需要程序 而程序需要時間 然後 而且不只是 調查而已 後面還有不斷的 也許是上訴啦 或是究極的程序 這些都需要時間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 從美國那邊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很多死刑犯被判死刑 或是之後 其他不是被槍決的 應該是說他不是被電移 或是被注射 不是被執行死刑而死掉的 他是在監獄裡面 病死的 因為他也需要 在監獄裡面 停留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記得平均的時間是十幾年 甚至到二十幾年 三十幾年都有 那那個時間 他在裡面的時間 需不需要錢 我們監禁他需不需要錢 而且他被監禁的時候 因為他是代決的死刑犯 他沒有辦法工作 他沒有辦法做其他的事情 他沒有辦法去接受 我們所謂的一些 教化或是說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教育 他就在那邊 等著他的判決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這樣當然是非常花錢的 所以剛剛回到剛剛講的 所謂的程序的部分 我常常會覺得說 有些人會說 這個不是 不要跟我講死刑存廢的問題 而是 我們就來把這個程序 把它弄得比較好 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如果用非常實際的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你最後去權衡 如果你要去讓你的這個 你要維持這個制度 然後讓他這個程序 到一定的水準 你勢必那個成本 是沒有辦法負擔的 那麼我們最後就要去想 你要花那麼多的成本 去維持這樣的一個制度 還是讓同樣的成本 來去做其他 像剛剛周律師 或是講到的被害人的保護 還有把這些資源放到前端 讓這些人 這些以後可能會做壞事的人 讓他也許在小的時候 多一點資源 在他少年的時候多一點資源 讓他不要變成社會的弱勢 讓他如果碰到困難的時候 有其他管道去解決他的困難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好 這個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問題 我補充一下艾倫的那個數據 就是他講美國死刑成本很高 美國的一個死刑 它的成本是300萬美金 一個無期徒刑的成本是120萬美金 因此他們說 如果我們把死刑變成無期徒刑的話 我180萬美金 我可以去變成是改善治安 或者做其他 那我也曾經看過一個紀錄片 是美國的紀錄片 一個黑人 他從小就是在平民的 平民窟長大 然後犯罪 然後後來被判了死刑 他在執行死刑之前 有個義大利導演去訪問他 然後他就對著 我看著他對著鏡頭說 這個國家花了300萬美金 來殺掉我 如果他把這300萬美金 拿來教育我的話 我不會是現在的我 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話 因為他後來在等待死刑 執行的過程當中 他在監獄裡面念書 然後他後來在監獄裡面成為 可以教育其他死刑犯的一個人 那我剛才聽艾倫講這話 我一直回想到的是他的臉 但是他被執行死刑了 好 那個請 剛剛提了三個問題 那我想我針對第三個問題的部分回答 那至於第一個問題的部分 就是艾蜜莉的這個所謂的 辯護之後結果很好 出去之後再犯的情況 我留給周律師來回答 有關程序的部分 剛剛其實艾倫有講一些東西 那我希望補充的東西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 對我們來講 所有的犯罪 它的發生都是後設 後設是什麼意思 我們在檢視犯罪的這個時刻 犯罪已經發生過了 從所有事實的觀點來看 或者哲學上認識的觀點來看 我們永遠不可能還原現場 不管透過什麼樣的方法 也永遠不可能 釐清到底什麼是真相 所以有趣的問題來了 剛剛我們的朋友問到說 我們應該要 我不知道意思有沒有聽錯 你的意思應該是說 實質正義其實比較重要 那我們如果可以把這個 程序正義弄到最好 或者是透過司法改革來處理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可以透過死刑來實現實質正義 那是一個最好的情況 是也不是 怎麼說 第一個 所有的案件 基本上它的判決 叫一個字 猜 只是猜的準不準而已 猜的準不準的意思是說 當一個司法程序通過法官 律師 檢察官 這個三面的結構 針對裡面所提出來的所有事實 也就是證據 以及所有的規則 也就是法律 來進行辯論之後 大家設法去把狀況 盡可能的還原到最貼近當時的狀況 這是為什麼一個判決必須要四個字 認識用法 認定事實 所以你有證據 適用法律 所以你有基本的規則 因此你才能猜出比較正確的答案 所以問題來了 回應剛剛艾倫所講的 基本上只要是用猜的判決 而所有判決的本質都在猜 這是一個不變的前提 冤案的發生機率永遠不會降低 所以什麼樣的情況會變成冤案 答案是很簡單 只要他應該得到了刑罰 跟他實際得到了刑罰 並不相符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冤案 本質上就是如此 那什麼是實質的正義呢 我跟各位坦白地講 實質的正義跟絕對的正義 在法庭裡面根本不存在 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之中沒有人 可以回到犯罪的當時 當地去理解 究竟是基於什麼樣的動機 心態 背景 發展歷程 光線 環境 以及兩個人之間的氣氛 發生了這個犯罪 你只能採檢 檢貼這些證據 在法庭中拼貼 將之重現 但是這副馬賽克 是一副模糊的 扭曲的 被詮釋過之後的馬賽克 所以坦白講 所謂的實質正義 我從來 當我幹律師的第一天 到現在 幹了越久 我越不相信有所謂的實質正義存在 對我來說 要在這一行生存下去 或者足以 減食起足夠的自信 去教育我的小孩 我只有一個價值可以依循 叫做基本人權 跟程序正義 因為這些東西是不會變的價值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在回答你的答案 應該說簡單也複雜 為什麼我覺得程序正義這麼重要 特別是在我根本不認同 國家有權利 剝奪掉任何人的生命的簡敵之下 因為有一天被剝奪生命的人 可能是我 假設很不幸 十年之後台灣被大陸統一了 有可能是我 我可能因為一個父權案件 隔天我就不見了 就在黑龍江 然後我就死掉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只能夠求助於 或者是 把我的希望寄託在 最嚴格的程序正義上 所以回答你的話是 是 我也投身司法改革 而且我對很多 我想我們在座的三個人 剛剛我們的卓律師也非常酸度 PHS是破表 也很酸 很多律師都很酸 為什麼 因為無力感很深 因為你在法型上看多了 奇奇怪怪光怪陸禮的狀況 明明我們當初考的憲法 刑事述動法是同一本 怎麼上了法院好像 你讀的是台灣版 我讀的是什麼外星版 這種情況每天都有 每一個案件都發生 所以對我來說 自發格格不會有終止的一天 不管是哪個候選人上台 我們都睜大眼睛在看 但在這時候更重要對我們來講 只有基本人權 憲法裡面寫的 只有程序正義 基本的程序正義規則 可以被公開檢視的才算數 就是我們所剩下的 可以依循的基本人者 好汗喔 這個 疑難回答程度應該是 一二三對我來講 所以我倒過來回答 三二一 應該是二三一 第二個問題是被害人家屬的問題 就是說他傷害人 他殺人 他應該要付出代價 不是嗎 可是我剛剛開頭 第一個問題是問大家 271條最基本的殺人罪 不考慮任何家中情形 他的行種是死刑 無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也就是判十年法官也是OK 判到死刑也是OK 在這個司法系統裡面 他的程度就是這樣 都是一個人 所以你要怎麼去切分 死刑跟無期徒刑那條線 是這個司法體系要做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問題 傷害別的人都一定要受到處罰 可是他的處罰程度是從死刑 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法院在這個程度裡面做判決 法官都沒有違法 可是法官必須要告訴我們 你為什麼要對這一個人 處於死刑不可以 而不是無期徒刑 而不是十八年 而不是十五年 而不是十年 好 就接到第三個問題 司法改革 我們要怎麼樣確保 我們這樣的一個系統 能夠很穩定的運作呢 是很困難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是佛校徒 你還吃素 你會比較不願意判死刑 有可能 如果你是生產在一個很卑微的家庭 跟被告有一樣的環境 你會被心聲 怜悯 有可能 所以一個被告 進到法院裡面 他的人生 就像是彈珠台的彈珠疾一樣 他的結果 隨著弱點的不一樣 而有不一樣的結果 他可能得到死刑 同樣的判決 一模一樣 同樣的犯罪事實 一模一樣 他在法院可能得到死刑 有可能得到無期徒刑 有可能是十八年 二十年 甚至八年 剛剛那個 最後一個四八改革問題 真的是非常好 我昨天晚上看一部日劇 夏婷火箭 有看過嗎 要去看 尤其看 看最後一集 一定要看最後一集 他們在做那個 心臟的 閥門的機器 然後呢 就有一個段爭辯 有一個很高的 一個技術的製造者 他作假 他跟那個 另外一位說 我作假有什麼 我的東西 十個人裡面 本來都沒救的 用我這個機器 六個有救 四個沒救 我救活了六個人 他們十個本來都該死 我救了六個人啊 今天這個人 出去社會 可能會再犯 我用死刑這個方式 把它處理掉 我救了天下人 這有什麼不對 你憑什麼說我錯 為什麼一定要要求 一個制度 達到百分之九 百分之百的精準度 這個制度才是可行的 若無要死 美國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日本才會那麼的落後 那個 主角阿布寬 雖然很愛搞笑對不對 每次他很認真 嚴肅的時候都說 大叔你不要再搞笑 可是他講的話實在很有道理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對於一個技術者來講 這不是多數學的問題 這是我們能不能把我們的技術 裝到極致 救到最大多數人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能往這個東西賣進的話 那我們技術者並沒有存在的價值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 我們日夜翡翠之後 我們不停地在我們崗位認真的做 我們希望把這個東西做到最好 做到最好 也許我們慢了 也許我們不夠努力 可是我們要繼續做 這個東西在法律上面就是正當法律程序 就是正當法律程序 我們要拼命做 我們要做到 不管你是不是死刑 可是我相信大家都一致同意 對於死刑這東西 我們要拼命做 我們要做到精緻 我們做到不要有誤判 我們要做到每個人的法官 每個標準都是一致的 不要讓被告變成人生上面的彈出台 談來談去 最後面取決的命運 只在分岸的那一刻 只在你主上有沒有燒好香 耶穌有沒有保守你 如果這樣的司法事務 大家可以接受的話 那是大家的選擇 可是對一個技術從業者來講 對一個法律人來講 我希望的是 除非我們能確保這個體制 是完全不會出錯的 我們才應該去接受這個體制 有一個法官分享 如果死刑不廢除 就好像有一張椅子在那裡 隨時有一個倒霉的人 會坐上那個理智 錯誤的喪命 你可以接受這樣的事情嗎 或是你可以接受 同樣的罪行法官 因為自己人生價值觀不一樣嗎 如果可以的話 那也許就是你支持死刑的理由 我們也尊重 最後一個問題 第一個最難的問題 你有沒有遇過 宰犯我遇過 我真的遇過 我的師父也遇過 真的遇過 這是一件非常難過的事情 我有一個當 我講的故事 有一個人 他從小就有精神的疾病 他國中的時候就被退學 一直的轉校 服役的時候 也因為精神疾病被退役 最後他犯了大錯殺了人 國家去做精神鑑定 第一家最有名的 台灣最棒的醫院 心神喪失 什麼叫心神喪失 大家怎麼知道 心神喪失就是無罪免法 你是法官 你會怎麼做 全台灣最好的醫院說他心神喪失 你是法官 你怎麼做 感覺有沒有 假裝一下嘛 台語說的也可以假裝講答應嘛 你會怎麼做 你會怎麼處理 你會怎麼做 再送一家 你們都沒有當官的天分 對不對 出來 浩若 什麼叫浩若 他還有能力 但是只減水一點點 浩若 好好玩 你是辯護人怎麼辦 怎麼辦 再送一家 你們也沒辦法 做出來 OK 沒問題 嚇到對不對 你是法官 你怎麼辦 再送第四家 出來 浩若 最後結果什麼 加一家 平均 平均值是什麼 你好像是工程師對不對 好像工程師對不對 科學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每個人見到的部分 那個案子我們處理了很久 爭執了很久 被告後來判了一個比較輕的刑期 入監所 然後這個部分假釋出獄 應該要在監護機構待一陣子 可是我們監護機構覺得他太難處理 原本三年 半年就放他出來 我們國家對於這樣的人出來 是沒有任何的真正管束的極致的 他沒有 孤立媽媽給他一點錢 後來因為一些病症又在放來 又是一條生命 我蜜月回來的時候 他來看到新聞 看到戲 我非常難過 可是我難過的不是 這件事情 當然這件事情發生是很難過 但真正最難過的是 我們這個國家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被告 我們提供了怎麼樣的一個環境 我們對於這樣社會的保護機制 我們的每一個人 有沒有像我剛剛講的那個技術從業者 在自己的崗位奮力努力不懈 防止另外一個被拘捕的再發生 那個案子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再處理 我轉接給更好的律師 最後面的辯護我有去 法官問醫療院所 說對於這樣的機構 對於這樣的矯正機制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處理 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處理 有沒有辦法去做去問 那個精神科醫師 那個精神科醫師說很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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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應該要去檢討我們現在這樣的國家機制 如果我們把這個瑕疵品人道銷毀了 就像剛剛黃律師講的 我們的問題解決了 我很不幸啊 我有這樣的經驗 可是卻因為這樣的經驗 我覺得更要跟社會大眾陳述 就像剛剛欣妮講的那段話一樣 我們有一天都會跌倒 我們不會跌倒 我們周遭人都會跌倒 可是看到有人跌倒的時候 你願意是扶起他的那一隻手 還是再過去踢他的那一隻腳 我們只是比較幸運 我們沒有被踢到 謝謝各位 我們還有機會問最後一輪問題嗎 好 那不曉得現場有沒有朋友有問題 或者是有任何的分享 沒有嗎 沒有嗎 我沒有要問問題 我只是有一個小小的感想 就是之前我上公民課的時候 老師就是有在課場上問過我們 誰是支持死刑的 誰不是支持死刑的 然後那時候我 兩個立場都沒有舉手 因為我不確定我到底是支持還是不支持 然後老師也就是看我沒有舉手 然後就問我 為什麼我什麼都沒有舉 然後我就說其實我也不確定 對我真的不確定 所以我剛剛聽到那個律師有講一句話 就說 你不用兩邊都站 可是你要對你這樣的立場 不斷地提出質疑 這句話就讓我覺得非常的有感觸 就我覺得說我不用再對那個我沒有舉手的事情感到任何的 對就是傷心或怎樣 因為我有不斷地對自己提出質疑 對然後就是剛好最近公民課上到刑法 然後就是那兩百 就是那一條死刑 那個那一條 對那一條法律一直被在課堂上被提出來 對 所以就是我想說 下一次如果有 下一次公民老師如果再提到死刑的話 我覺得我會有更多的想法可以說出來 然後也謝謝大家今天的分享 謝謝 好 那不曉得他有沒有其他有人有問題的 首先要謝謝三位律師的分享 那我這邊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司法法律上面的專業 但我們也對這個議題有想要進一步的了解 那想請問律師們有沒有針對在一些國外 我們會看到新聞上說 北歐可能對於一些死刑犯有很好的配套措施 但那只是一個簡短的新聞片段 那能不能請三位律師分享 有沒有哪些比較好的例子 可以讓我們當作借鏡 那有我們能夠去不同的管道去認識 不一定是從法律這一條方面 讓我們有更多的面向去佐證我們自己的論證 我想這題我們會回答 就是關於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因為 我曾經在2008年的時候有機會 然後我去受邀去德國看德國的監獄 那我曾經也在2012或2013年我到日內瓦去參觀他們的監獄 那大家會說北歐的監獄是非常幸福的 那時候我在日內瓦參觀那個重型監獄的時候 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死刑了 歐洲國家已經沒有死刑了 所以我到日內瓦去參觀那個監獄的時候 我有點嚇一跳 因為那個監獄的那個牢房比我大學的時候住的宿舍還要好還要大 然後很舒服 那當然德國可能稍微休著一點它不像北歐那樣子 但是我看到他們的重型監獄 看到他們的一般監獄 看到他們的開放性監獄 那從這幾個監獄的經驗包括德國或者是日內瓦的監獄 我得到了一個印象是他們就告訴我說 對他們來講他們監獄刑罰的目的是讓這個犯人 他有機會可以回歸社會 那如何要回歸社會呢 因為很多人犯罪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們在社會當中 他們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尊嚴的生活 尊嚴的對待 因此在監獄裡面他們的第一個重點就是 要讓這些人有尊嚴 他們要在監獄裡面學習尊嚴 他們認識到這件事情之後 他們才有可能做一個有尊嚴的人 才有可能回歸社會 因此我覺得大家會很難想像 就是他們是有隱私的 在台灣的監獄很小 你可能廁所都沒有門 然後你不會有自己私人的空間 你洗澡都會讓所有人都看光光 你所有的信件都需要經過檢查 但是在那個監獄裡面他們說 你會自己保有一個你自己的空間 你可以鎖上 當然管理員他是能夠進去你的監獄裡面 他可以打開你任何東西 因為他有鎖 但是基本上他會讓你握有 我會覺得握有那個可以鎖上 就是可以鎖上自己的東西 保有自己的隱私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他們在德國他們就會說 每一個獸型人他們都有一個自己的服刑的一個 menu 就是我會一個人進來之後 我會看這個人的狀況 我會根據他的服刑的年度 我會做一個他的規劃 如果他必須要做一些治療 那他可能就要先做治療 那比如說他們如果覺得你可能未來 可能一兩年兩三年之後 你有可能會假釋出獄 我就會先幫你移到一個開放性的監獄 那在台灣我們有一個所謂的外溢間 那那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外溢間是在花蓮 但是他們的開放性監獄 他們在柏林的市郊 事實上他離市區非常非常的近 而且看起來很漂亮 看起來很像一個旅館 那我就說你不會擔心 這些人他就是逃走了嗎 他說不會 因為他們經過了一段時間在監獄裡面 培養他們的近人 然後他們準備出獄 我現在只是最後預備著他要出獄 因為他們可能在監獄裡面關了很久 他們無法適應生活 因此他們在開放性監獄裡面 他可以出去 然後他可能晚上回來 他可能可以開始工作 他可能開始有人陪伴他 去重新嘗試著融入社會的那個生活 好 那因此這是一個 甚至像我說他們每個人有一個 每個人服刑的menu 譬如說如果這個犯罪的人 他是一個比較年長的人 好 那我就不會覺得說 他可能需要學習一個新的記憶 因為他已經年紀比較大了 我需要教他的事情可能是生活自立 我可能他以後出去之後 他可能只有很微薄的社會福利 一些收入 因此他可能沒辦法上餐館 他可能沒有辦法住很好的地方 所以我要教他生活自立 我要教他如何做飯 我要教他如何的去買菜 就是如果針對這個人 他是一個比較老年的 就是他們給我舉了一些例子 就是設想 因為設想這個人要回到社會 設想這個人還是我們社會當中的一員 因此他的所有的想法 就會往這個方向去想 那我說很花錢啊 他說對 當然花錢 但是你到底是要蓋監獄 你到底是要把人給殺了 還是你願意多花一些錢 讓這些人繼續融入我們的生活 這是每一個國家 共同對國家的想像 你的選擇到底是什麼 那他們就會說 比如說他們的柏林監獄的典獄長 曾經也來過台灣 他就講說 對他們來講 他們監獄裡面是很開 就是他們必須要跟公眾交代說 我花了這麼多錢 我的成效到底是如何 因此他們很注重 跟社會大眾的溝通成效 那事實上德國的再犯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極端的例子 就是美國 你可以從電影裡面 從很多 你可以看到美國他們是非常重型的高壓的監獄 然後他們在監獄裡面 事實上過著一個更沒有尊嚴的生活 但是美國是全世界監禁率最高的國家 再犯率也高 那我們到底要選擇 就是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你的目的是希望我們再犯 那你就選擇美國的模式 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希望說這些人不要再犯 他可以有機會 可以再融入生活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就要選擇說我們的這個監獄的改革 要往哪個方向去 那我覺得錢所有人 每個納稅人的錢的運用 那就是我們大家共同要決定嘛 就像美國說我到底要花三百萬 教育一個人 還是要花三百萬 執行一個人死刑 這是可以選擇的 那你要花三百萬去 我講是美金喔 美國是三百萬美金 那你到底要花什麼樣的就是 矯正制度 我覺得這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當然比如說 在歐洲他們有比較好的被害人保護制度 他們有比較完整的社會福利的一個架構 所以之前吳志光老師就講說 他說事實上在德國 如果你一個犯罪 就是一個犯罪被害的事情發生之後 是整個社會安全網絡會串聯起來 但是在台灣我們的社會安全網絡是非常殘破的 對那我自己當然會比較期待說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比較有社會福利 比較安全的國家 因此這就是要靠我們大家一起去努力 它不會只是一個死刑存廢的問題 它不會只是一個到底要有死刑的問題 它可能是一個我們怎麼看待台灣這個國家 台灣的價值到底是什麼的問題 對 好 有沒有要補充 對 對不起 我想我只有一個很簡短的結論 也不是說結論 就是一個思考的問題 因為我很習慣問自己的問題 有關生命權利這個事情 我是想提醒各位 它是一個基本權利 所以我想問一下的問題 你同不同意異性戀有成家的權利 理論上我是異性戀 至少就目前我自己所認知如果是 我有成家的權利 那麼為什麼同性戀會沒有成家的權利 我問的問題是什麼 是邏輯一致性的問題 我憑什麼對兩批不同的人 或看似不同的人做出區分 好 接下來一個問題是 我們同不同意女性的權利跟男性一樣 理論上是同意的嘛 那我們為什麼會對在街邊 被男性擁穩 或者是撫摸的女性 做出特別的譴責 為什麼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我們同不同意 只要是人 基本上他的生命權 不應該任意地被剝奪 如果是的話 你就必須要問你這個問題 為什麼國家可以幫我選擇 我有權利剝奪其中一個我所指定的人的生命權 這些問題其實是完全一樣的脈絡 就好像我們在討論說 國內的勞工應該有一定基本程度的 健康 薪酬 尊嚴的保障 那麼何以從外國移來台灣的勞工 他不配擁有這樣的保障 這些問題的脈絡是完全一致的 因為到之後你會發現我們討論的是同一個問題 一顆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這個球叫人權 缺乏了整體性跟一致性概念的人權 那是假的 那叫政治的語言 所以我想今天我想最後提出這個概念 大家會可以思考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區分這些東西 你有足夠的理由支持這些區分 這些五段的特殊的標準來做區分嗎 如果沒有的話 你怎麼樣說服自己 它的邏輯慣性在哪裡 我想這是人權的基本概念 謝謝 好 我想 我想我們今天大概沒有辦法繼續再往下談 但是我想做幾個廣告 公商服務 就是我們 你可以查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我們在網站上面 然後當然有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也可以訂閱我們的電子報 那我們電子報叫廢話電子報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有點像是在講廢話 就是大家都不是很想聽 我們是廢死聯盟在講廢話 那也有點是狗廢火車的意味 因為可能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嘗試著用白話的方式 在我們的電子報裡面 解釋可能司法的問題 死刑的問題 甚至是一些相關配套措施的問題 那大家不用擔心 你不是法律人 你看不懂 因為我們 就是我自己不是法律人 所以我都以這個來檢驗我們的電子報 那再來就是如果說 你們真的很想要談 更了解多一點死刑存廢的話 除了與死刑拔河之外 我很建議張娟芬小姐的殺戮的艱難 那我覺得這是一本很好的一本入門書 那再來就是我剛才談到就是如果你要支持死刑 你就要了解死刑 如果你反對死刑 你也要了解死刑 但是當你把這些個案加總起來 變成75個死刑判決 死刑個案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會很驚訝的發現 就是他死刑這個制度 遠比你想像的殘破 遠比你想像的可怕 那遠比你想像的不公正 包括裡面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一個最簡單大家很可以理解的問題是 裡面大概有六成左右的案件 它的證據不是消失了 就是沒有做調查 我非常壓抑這樣子的結果 如果我們沒有把它整個湊在一起看的時候 那在網路上面你可以看到這個台灣死刑判決報告 或許也可以作為一個就是你理解判決的一個 理解死刑的一個起點 那我們在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很多人說需要做媒體試讀 那我也覺得我們要做判決試讀的工作 就是每個人進去法院你可以理解 事實上都可以懂的 我們做這份判決的志工裡面 那個淨浩他也是其中之一 那事實上裡面有一半的法律人 一半不是法律人 那他們最後都看得懂判決 很難看的判決 然後可是他們可以理解判決裡面到底在寫什麼 然後進而做分析 我們也還蠻期待以後 我們有機會可以繼續做這個判決的工作 讓大家從這判決去理解我們的司法制度 好那我想最後 就今天就到此結束 那我們希望我們下次有機會 我們還可以在台中的折舞 然後還有機會我們可以繼續談 可能死刑另外的面向的問題 那最後最後我們 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 謝謝我們今天的三位律師 謝謝他們 在今天的分享 謝謝 謝謝欣怡 也謝謝三位律師夥伴 謝謝 謝謝 謝謝